大家好,有壮苗就会有若苗 那么若苗因为先天不足,所以后期的养护比较困难 所以大家想要让若苗能够尽快的复壮 那么就一定要牢记好三子爵 那么是哪三子爵呢? 首先第一个字就是要干 那么我们都知道,干长根,施长叶,盆土适当的偏干养护 有利于植株更快的长出新根出来 而且本身若苗它的根比较少,比较弱,吸收能力差 如果盆土过湿的话,很容易造成积水烂根的现象 第二个字就是要素 也就是说这个男猪若苗我们不能够用肥太多 而且也不能够用一些含过多有机质的质量来摘种 因为它的根少、根弱 如果养分太多的话,很容易造成烧苗的现象 对它的副状非常不利 所以用的质量最好就是以颗粒式为主 然后呢,我们如果想要让它更加的健壮 让它的抗病能力提升 我们就可以给它叶面喷湿一点这个1M原露 这个1M原露呢,里面富含有这个光合菌 它可以有效增强植株的光合作用 让它积蓄更多的光合产物 这样对于它的生根,还有它的一个健壮 还有植株的一个生长都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你担心肥不足的话呢 也可以给它叶面喷湿一点这个蓝科营养液 但是呢,容度一定不能够过高 至少要稀释大概3000倍左右来给它进行喷湿 而且不能够过于频繁 第三个字呢,就是阴 也就是说一定要阴阳 不能够把它放在一个光照过足过强的地方 光照过强的话呢 叶面的蒸腾作用会加强 然后呢,对水的需求特别多 但是它的根系又特别弱 容易造成这个根系的负担 对它生长不利 所以呢,要适当的阴阳 把它放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给一点点柔和的散色光照就可以了 然后换若苗的养护呢 牢记好这三字绝 后期的养护就轻松了 很快呢,就能够养成一株撞苗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